养4万块巨贵的人什么样 今儿二狗带大家见见 这是一位粉丝 一地道北京大哥 打小呢就喜欢住平房 所以人干了件 几乎所有北京人都想干的事 空着二环的房子 跟郊区盖了一院 今儿不知道咱们带大家去调调点 到了啊 我先敲一门 大哥您好 二狗吧 对对对 终于见着坚韧了 客气客气 里边讲里边讲 您这个四万的狗跟院子 是不是太吸引我了 您这院子确实挺漂亮 还有通路呢 不错 这北京盖这么一碗也不容易吧 是挺不容易的 这个确实挺费劲 诶 这是领狗是吧 对对对 您觉得养居贵怎么样啊 养居贵没问题挺好的 这个也不叫毛 也没味儿 不怎么叫 最主要的就是我媳妇洗脑 您这也太疼媳妇了 您这四万块钱呢 给媳妇买一宠物 这不算什么 我主要是我喜欢龟 来你看我这些龟 我 这个龟比狗贵不少 当初跟我媳妇答应的就是 多少钱的龟 就给他配一个多少钱的狗 这个狗还算便宜了呢 你看我这个狗 品价怎么样 能得多少分 得嘞 您这狗 周天您照片其实给我看过啊 就是我首先头这款 我觉得稍微有点重 然后耳朵呢 到嘴角是很好的 然后肘部离地面的距离呢 它跟这个肩膏接近一半 这是标准的 然后后背水平 然后整体的这个体肠 和肩膏接近一整方形 所以单看来说啊 宠物吉利是不错的 我觉得75分吧 最主要的就是 我媳妇喜欢就行了 得您这个没毛病 咱们